那咱开始吧 开始 开始 那个 首先啊 就是我先 有六年十年 没事 你听着听着 都OK 你都能学到了 都OK 对吧 刚开始你可能说学不到 因为刚开始我教的再基础一点 可能一年以下的 或者是两年以下的 借鉴一下 对 先借鉴一下 而且你也可以就是有好多 学六年以上的 或十年以上的 它这个站位啊 也不一定是准确的 对 想现在大家想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从站位开始 是吗 是 反手站位跟正手不一样 正手站位可以偏侧一点 偏你的 就是 如果按 我按右手讲啊 主手 主手右手讲啊 就是你的右脚 可以往 左脚的后方 斜后方 串一点 如果反手的话 不用 反手他俩站平就好了 站平 然后 这个 脚离这个 跟肩 比肩宽一点就好了 不要跟肩一样 如果跟肩一样的话 你往下蹲的时候 你找不着点 而且没有支撑 就跟三脚架一样啊 就是 这两个脚 你得 支撑一下 支撑一下 比肩稍微宽一点就好了 也不要太大 太大的话 以后你一个丝 你脚底动不了 很难找球 这是站位 对吧 这是站位 基础的站位啊 比肩宽一点 然后 就是 膝盖 不用蹲太底 有了好多球手 但是蹲太底 感觉 我看球看这么高 这样也是错误的 对 稍微弯一点就好了 你看 脚底站位 然后稍微弯一点 然后弯一点以后 然后这个 身体啊 前倾 身体微微前倾 微微前倾 有好多人痒 痒 我说 我这个点不准 为什么点不准 他因为往后痒 你痒一想 看球你都看不准 你想肯定不准 对吧 所以说 微微往前 前倾一点 身体往前倾一点 然后 然后就开始了 身体 脚 膝盖 身体 前倾 然后下一步是什么 下一步是秀师 你的手了 手 呃 现在慢慢讲到了 就是三点以上 或者是想练丝的 他练不准 他的稳定性不够 或者他老失误 摩擦不住 怎么回事 就现在开始啊 肘 肘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大家听一下 肘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这个肘啊 这个肘如果说 祸 对吧 我说这个肘 必须要固定一点 为什么说固定呢 如果肘不固定的话 你想想 肘如果来回祸 你这个板 击球的时候能准吗 肯定是准不了 没错 对吧 所以说肘 必须要 固定 肘固定啊 这个肘怎么固定 有的人说 这个肘怎么固定啊 或者是固定到哪 首先 根据你个人那个身高 你不能说我 我一米二小孩 我让他固定到这 那不现实 对吧 对 就是 也不能说夹着 在你看啊 在夹着和抬高的同时 在你中间 最舒服的位置 最舒服的位置 就是 你怎么 你架住了以后 你架住了以后不累 直播直播 你架住了以后不累 对吧 你不能说 夹着我太累了 那你等于 已经抬肩了 这是错误的 对吧 你能架住 在最大限度的架住以后 然后不累 还能一直固定它 就可以了 最舒服的位置就可以了 这是肘的关键点 讲太好了 大家 他讲太好了 然后这肘啊 这是手上的这个肘 然后下一个是什么了 下个就是前臂 你看肘 肘架住了以后 传到前臂 前臂怎么用 前臂怎么用啊 大家看一下 前臂 你看 比如说我那肘架住了 我下一步怎么撕啊 我就靠前臂 你看 前臂往回引 你看我肘架住了以后 前臂往回引 这就是个架子 这就是撕的框架 整体的框架 像前臂往后引一点 不要往后引太大 如果球太快 往后引太大的话 你想想 这个 这个点也是不好找的 往后引一点 有个小的蓄力 有个小的蓄力就行了 一个往回引一点 有个小的蓄力 然后 靠前臂 对吧 这边肘固定好了吗 靠前臂甩 就像半圆似的 你看 就像半圆 没错 你看这个稳定性 我撕一万个 只要不出啥意外 都能死上 对吧 就基础撕 对 就是我给大家讲的 就是你们对撕中的基础 而不是说那种 别人拉那么转 你还这么死 那是不对的 是的 说的基础 你们学会以后都能对死 好吧 所以听一下 然后 走不动以后 这个前臂出来 像半圆一样 像半圆一样 往你这个 往你的右前方 右前方 来死 往你右前方死 然后最后是传到哪了 传到手 伏带上了 上伏带 零零伏带 加过密就可以 然后传到手 是最后一步是 比较难一点的 就是有一定基础 你们去学一下 手上这下 是什么呢 有好多传人板的 手腕 手腕 太晃 你看 别的动作都已经固定好了 手腕晃 最后一下 最后一下泄力了 你看 最后一下 如果说你在那儿晃 你想想 这个稳定性 对吧 这个摩擦程度 也都没有 所以 所以啊 跟大家说 这手腕 你们练的时候 用手腕是对的 撕 用手腕是对的 但是不要用过 用过了以后 你们是练不 练不好的 所以 所以你们手腕 你看啊 大家看一下这手腕 最关键一步 这手腕 我往回引了一点 出来绷住 你看 其实你看到我手腕 其实一个微微地动了一下 但是我 加速的话 给大家看一下 加速绷住 加速绷住 绷住 对 可以吧 就是你们看一下 这个 只要能绷住 就好了 你不要说 我撕完以后 你看 我撕完以后 这手腕变这样的 那你想想 我撕完以后 球回来 我怎么打 我打不了了 对吧 每个人 你们打过球 你们去想一下 我如果这么死 撕完以后 还能回得来吗 回不来了 所以你们 就是 对 不是微调 就是有个支动 手腕 你看 你看我这手腕 我手腕是属于 往回勾一点 出了一点 你看 出了一点 出了一点 我都没伸直 我都没伸直 你看 我就这样就可以了 出了一点 出了一点 对吧 然后靠前臂 加手腕这一下 加速 这球就能出去 而且能发展力 要连续撕的话 你就不用加速了 不是不是 不用加速 是轻点加速就好了 轻点加速给吃住球 你看 这下吃住球 这下吃住球就行了 手腕也是动 不是不动 但不要动过 你看 动过了 这球 这咋还原 你看 灰的都慢 对 这没满还原的 是 所以大家记一下 这几点 现在给大家 演示俩 讲太好了 风格 讲了好了 到位 咱就抽一步 然后大家点一个关注 好吧 我们点个关注 福利品的袜子跟球 一二号练剑 你们冲就行了 全部包优的 咱们冲一步 然后风格给大家讲讲 反手这种 因为中午的话 大家可能 刚才一问 对 觉得可能多一些 我们给大家 什么咱们这个 对 我给大家 先慢点打 你看 先给大家慢点打 这个慢点打 你看 站位 首先站位 我告诉你们站位 不要太大 太大的话 你想都蹲进去了 这动不了 影响你的转换 影响你的这个 影响你的下一步 你知道吗 不要站太大 就比肩宽一点就好了 你这样的话 也有启动 对吧 你都不影响你那个启动 对 这是脚底下 然后就是身体前倾 身体前倾 膝盖微微弯曲 不要这样蹲 你蹲太低 你感觉这个球很高 千万不要蹲 你咋打呀 你力量你是发不出来的 对吧 而且膝盖都容易受伤 你们 弯弯 弯一点就好了 微微弯曲就好了 然后就是身体前倾 你看我的身体 身体是前倾的 你不要痒 你如果身体痒的话 你这样 这球是瞄不准 而且看球也不舒服 身体前倾一点 身体前倾一点 前倾一点 然后就是手上 看我的肘 我肘没有架太高 你看 我肘没有架太高 你架太高了 太不舒服了 特别不舒服 我肘你看 就自然而然的放下来 你看 但我这个位置 但我这个位置 是有这个距离的 有距离的 架起来 架起来以后靠 前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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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住 这几点 如果这几点 你要真能学会了 你回去 跟你的队友去撕 你们都会撕 交太好了 他们都不让我说话 交太好了 对 给大家看两个 就是 看两个 这个角度 OK 你看 这角度好不好 兄弟们 看两个 可以的 还有一个就是板形 对 板形 忘讲了 就是这个板形 你们撕的时候 可以稍微压一点 不要太亮 太亮的话 你想想这空间 它怎么摩擦 它摩擦不了 你稍微压一点 压一点以后 你看这个板头 往回引一点 吃住 往回引一点 吃住 吃住 这样才 你看 我这一下 才叫摩擦 如果我平着 你像 那叫腿 你如果平着去摩擦 这球全飞了 这板形 也非常重要 来 扑个 拿一个 你看 我这个 给大家做示范 慢一点的动作 对 你看 我就是 这一下 绷住 这样绷住 这样绷住 这样才叫撕 才叫撕 如果说你板形 亮的话 这球就全 飞天上去了 你没有摩擦空间 你只有一样的 才有摩擦空间 才有摩擦这个 摩擦力 对 是 然后 想发力的话 想发力的话 你看 这不是青丝吗 就是正常你们对丝的时候 这种力量 这种连贯性 就可以了 如果想发力的话 靠什么 这是 五年以上 或者是 就是业余求 你们打这个次数来说 五年以上 或者十年以上 可以学一下 就是 发力 你靠哪呢 靠这个 去甩这个 像甩边的一样 就是所有的都加力了 加力加速 加上这个重心 你看 加尔重心 因为你甩这样 加尔重心 就是 所有的 加力 就手上抓球 这下加力 明白了 我理解是不是 就是 你先有 基础的这种 固定动作的这种基础 对 然后你再去发力去撕 对 加大 就是手指手腕的这种力量 和出球这种速度 加上这个甩前臂的速度 就是所有的都要加 加上速度 但是我是建议大家 先去把这个框架 先练 你练完以后 你们跟朋友啊 跟那个球友什么 对撕 或者拉 都能练 就是 稳定了以后 你们再去加力 如果你们天天这么练 练一年一下来 就每天 或者是一周练个多练几次啊 就这么练反手练反手 用不了仨月半年 你们都会撕的 撕的都很稳 这基础要领 还是建议大家 先稳定动作 练的时候 不要先上来就发力 说我看完视频 我也会发力 那不可能 不现实啊 我们都打了 二十几年了 我们才领悟这些东西 你们不可能说 学两天就会了 所以建议大家 先去什么 先去 练这个框架 先练基础 这个 你看 就是这个基础 先给练稳 对吧 我先 每天都这么练 这个架住 对吧 架住 然后靠身体前倾 靠手腕手指 这一下 轻微 这一下 这一下 停住 不要出来啊 就这一下 我每天这么练 你们防守司早晚都会 就是很快都能学会 不要去那个上来发力 你上来发力 那动作都是 就是 不固定的 练练都容易练瓢 是 所以就跟着我们练 肯定是没有问题啊 讲得好 讲得很好 大家给封个口语 然后呢 我们刚才有问 伯格的板 班达的话 有 大家就是点一波关注就行了 我们先教学 这太近了 教学过后 不是 这个角度好 对 这个角度好 太近 看都好尴尬 这个角度好 是不是 那这样 咱再换个角度 我就适合 我找到我自己的定位了 来 这个角度大家看一下 整个球速跟那个 大家可以体会一下 对 我讲的 对吧 非常简单 非常的这种直接 没有多余的动作 对 你看 先轻丝两个 你看 轻丝 就是这种框架 一定要架好 对 这种框架一定要架好 没错 来 就是 你看 架住 架住 青丝 顶住 你看 我这下是顶住球 你看 我手腕没出来 但我顶住球就行了 我顶住球 走架住 你看架住 不要来回晃 如果这么 你看 这么晃的话 你看 这个稳头就 准头就没有了 就一定要架住 你看 架住 然后 顶住这下 你看 球来了 往回引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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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住 往回引一点 顶住 如果想发力 对吧 所以说 如果说你框架练好了 对 轻轻啊 一定要练好以后 再练发力 不要上练发力 不要急于发力 但是我现在给大家 讲一下这个发力吧 就是顺势讲一下 就是 你看发力的话 就得往回引的 幅度变大 你看 往回引的幅度变大 再加上 再加上前 前臂手腕 这个力量 当然 就是前臂手腕 这个力量 这力量都得 都得 卖的味道 都得用上 下午好 我们在下午好 大家中午有点时间 我们跟大家再分享 因为就是好多提议 我们这个晚上的时间 相对比较短 我们中午 给大家 哪怕加个半个多小时 大家中午有点时间 晚上可能没时间的 秋秋 咱们能刷到我们 咱们就给大家 给我们点一个关注 我们 哪怕有个半个小时时间 大家能听一听 能有个技术 就非常非常的好 我们也是 希望以这种形式 给大家去 就很细微的一个技术 就很 就是 很 很常用的一个技术 非常是 对 很常用的一个技术 因为你们正常 有好多球手上那 我练反手 练反手 不知道怎么练 不知道怎么练 老师在那推 推吧 推个半年一年 感觉没意思了 那乒乓球也太没意思了 进阶不了 也不知道从哪儿学 这个时候你们点一个关注 每天来我们那儿学一学 对 每天来我们那儿学一学 就是 我教你的原理 然后你回去练 练着练着 你们每个人都会死 你们只是方式方法不对 而不是说都不会 你说 可能说有好多 很聪明的人 他说 我怎么打平凡球这么笨呢 我怎么学一学不会 他方式不对 你肯定学不会 你没 就是你没 真正理解这个 乒乓球是怎么打的 你说反手是怎么打的 放手撕是怎么打的 你们理解完以后 你们可能 就基本就是 原来是这样 你得先知道原理 然后再练 对吧 就是 这是一步一步来的 而我刚才跟大家说 也不要上来就发力 你们感觉听完 很简单 发力我也会的 我也学会的 不是的 你们先练这个框架 先练这个框架 对吧 你不可能说 一个星期我就练会了 你们反复去练 练会了以后 你们再练发力 没错 没错 所以说这是一步一步来的 你发力会了 你的中台拉 你自然而然会 他们是原理相同 你看 他们原理你看 我肘加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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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动作做大了 你看 只是动作做大了 就是 看前面 一样 肘也一样 只是动作加大了 对吧